我是博哥啊 今天跟大家聊聊性格严肿的三等人啊 说这个话题呢 咱就没事闲聊啊 不捧谁 咱呢 也不贬低谁啊 就是说说目前养哥啊 这些大户也好 小户也好 养哥严肿的一种形式啊 首先呢 咱说一等人啊 这一等人是啥人呢 基本上就是兜里腰包很古啊 可以说呢 游走在 游走在欧洲比利时啊 或者是 国内一线赛场上啊 把这种高位的奖格啊 赛场上高位的奖格拍了啊 首先腰包很古 这样的人呢 一般的是吧 都会有教练的啊 这样人玩出来的这块的概率也很高 因为呢 他是直接割酒菜啊 你不是飞个冠军吗 你不飞个歌王冠军吗 我直接我就给你拿下啊 完了之后直接割酒菜 这样人呢 就是说二十年三年 眼睛脱颜而出 所有的歌着 他都是以赛季说话的 家族也好啊 血统哥也好 他都以赛季说话 眼睛直接就把赛季干家了 歌王全时 全部拿下 我我在赛场上啊 我在公盘也拍过歌 我见过这样的人 歌王前十全部拿下啊 不管公盟也不丑 就拿下去 你眼睛举拍的时候 那拍的不通手 就拍这一举啊 五千三万五万人的拍不动 就是来回就来回成比方 我我见过这样人 这样人属于一等人 他要稍微懂歌一点 就不懂歌着 研究教练也能玩出来了 两三年就玩出来了 呃二等人啊 二等人呢 说就像伯格这样的 兜里呢 还没多少米儿 完了花个一达不六 到五达不六之间 到五达不六之间 就是顶天皮了 眼睛一直搁着啊 说我让人眼睛哥呢 就经常眼睛一些 就是呃 公盘的讲歌啊 但是你也不能是歌王冠军啥的 都是前卫奖 百千百名的 完了眼镜一些呢 歌王的这个平背啥的 这我都能干出来了啊 呃 只要眼睛哥是真的 咱说的赛季呢 也能玩出来了啊 也玩出来了 因为这几年我赛季也不错啊 呃 咱家最盆里最贵的歌 这就是五达不六 是我 头年眼镜的啊 呃 今年送四日 过年正式中用啊 三等人呢 就是一般的 咱兜里没有多少名啊 咱不咱不排谁 不贬低谁啊 兜里没多少名 呃 大多数都是抓天洛啊 就是抓天洛或者抠天洛这样人啊 呃 这样人呢 玩手的概率呢 也有啊 你记住你抓天洛的话 如果说是一线赛场下的天洛 什么卡尔神州一线赛场下的天洛 而且在技能晒 预能 预种晒啊 都长得满满灯灯的这样的歌 这呢 只要这种歌的遗传不好啊 你就能玩得了啊 但是这个遗传要好的话呢 就不行了 为啥说遗传好就不行了呢 因为天洛嘛 比如五百万里掉的歌 他有遗传好的话呢 他遗传这只天洛了 到五百万里他还掉啊 玩天洛的人呢 咱说概率不大啊 但是呢 也玩出来了 也玩得了 看你这个天洛呢 是怎么下来的啊 所以我们呢 三个类型的人 三个等级的这个人啊 就玩歌的 都能玩得了 因为啥呢 玩的就是一个歌运 玩的对一个 对你对歌认识 玩的就是一个 一个档次啊 今天我就跟大家总结一下着啊 玩歌的三等人啊 不拍谁啊 也没捧谁 今天的视频结束了 跟大家说一声 拜拜